不定型 不定型指的是在求极限问题的时候 假如我们碰到一个极限的形式 那这种形式呢 它可以得到各种不同可能的答案 或者是正负无限大 不存在这种极限的情况发生 那这种极限问题呢 我们就叫做不定型 例如零分之零 还有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不定型 前面我们再求极限 像x去近1 x减1分之x平方减1 我们这个极限呢 分母用1带进去是零 分子用1带进去也是零 像这种极限问题我们就叫做零分之零的类型 过去我们在求这个极限 我们是把分子分母 找到共同的因式 先约分以后再求极限 先约分以后再求极限 比如说这个式子我们约掉以后呢 x再用1带进去得到极限 是等于2 那如果画一下分母还是x减1 分子是x减1乘以x减2 这种极限问题呢 分母是零分子也是零 这个也是零分之零的类型 这个我们在化解求极限的计算之后 得到极限值1带进去 这个是等于负1 所以这个就是一样是零分之零的形式 却可以有各种不同可能的极限值 那当然也有可能极限是不存在 那极限不存在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是x减1的平方 分子x减1 这个也是零分之零 化解以后呢 这个是x减1分之1 在1的右极限正五线大 1的左极限负五线大 写不出极限值 我们只好写说 这一个极限不存在 所以零分之零 它就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极限值 所以零分之零是一个不定型 那类似的情况 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它的极限值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也是一个不定型 那这两个以外 如果是无限大分之一 这个我们可以很肯定的 或者是说零分之一 零分之一是正负无限大 这个都不叫不定型 无限大分之零 这个很肯定也是零 所以在这种写法上分式的话 只有这两个零分之零和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这个是不定型 那这个不定型求极限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叫做罗比达法则 非常方便的使用 Rospital rule 也就是说我在求这个极限 它是这样子分式的形式 在X趋近于A的时候 分子会趋近于零 分母也会趋近于零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极限 叫做零分之零的形式 如果X趋近于A的时候 分子趋近于正负无限大 分母也趋近于正负无限大 这种极限问题我们就叫做 无限大分子无限大的形式 碰到这两种形式 我们求极限 我们只要把分子分母 先求一阶导数以后 再来求极限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 我们用一个最常用的情况 也就是说F跟G都是连续 函数的情况来说明 假如F跟G在X等于A 这个地方连续 连续的话极限值等于函数值 所以在X趋近于A的时候 这个极限值会等于函数值 也就FA等于零 G也等于零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在求极限的时候 这个极限 我把它减掉一个零 这里减掉一个零 对于式子当然没有影响 因为我们是证明连续的时候 极限值等于函数值 所以会有这两个都是零的这种情况 这个是零 那这个是零的话呢 这个我们就跟左边这个式子一样 我再把分子分母呢 同除以X减A 这个月掉以后还是跟左边一样 那么写成这个式子的话 分子就是一个导数 F在A点导数的形式了 这个极限的就是导数的定义 F'A 分母的极限呢 也是G在A的导数 叫做G'A F'A G'A 我们可以写在F'A 除以G'A 在X去G'A 我们看的是 假如连续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左边就可以写成 右边的这种形式 所以我们在求极限的时候呢 碰到零分之零 或者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可以用这个 罗比达法则 把分子分母 求一阶导数以后 再求极限 这样在有些题目的计算上 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求极限 这个极限在X趋近于1的时候呢 我们得到分母趋近于0 分子也是趋近于0 这个在我们过去的做法 我们就要把分子分母 找到共同的因式 变成要因式分解 分母因式分解 X减1提出来 有4次方 3次方 2次方 1次方 加1 X9次方 减1的话呢 提出X减1 为是X8次方 7次方 6次方 5次 4次 3次 2次 1次 加1 我们约掉共同因式以后 X再用1带进去 分母 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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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母是5 分子的话 1带进去 分子的话呢 是等于9 所以依照过去 分子分母化解的方法 因式分解 我们的做法是这个样子 那么可以想象 假如说这个诗子再复杂一点 因式分解写的诗子 就要再更长一点了 现在我们 这个0分之0 可以利用我们刚才的 罗贝达法则 罗贝达法则就是把分子分母 先求一阶导函数 9次方的导函数是9 x8次方 后面这项导数是0 x5次方的导数是5x的4次方 先把分子分母求导数以后 再把xB进1 带进去看看 那这个带进去的话呢 就得到分母去近5 分子去近9 我们就得到极限值是等于5分之9 那这个罗贝达法则做法 那可以比化减的这个方法呢 要方便了许多 所以罗贝达法则是一个 很方便使用的方法 但是呢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先记住 它的条件是用在0分之0 或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那如果一次罗贝达法则做完以后 接下来的极限还是0分之0的形式 那罗贝达法则就继续的可以再用一次 求极限 在x区近于0的时候 这个极限分母去近于0 分子1的0次方减1也是0 0分之0的形式 用罗贝达法则 分母导数 分子导数 再用0带进去 这个是等于1的0次方 等于1 好 极限值就求出来了 求极限 x区近于0的时候 分母去近于0 分子1的0次方是1 再减掉1 再减掉x x区近于0 所以这个也是0分之0的形式 可以用罗贝达法则 分母的导数 2x 分子的导数 指数函数的导数 照写 1的导数是0 x的导数是1 这个极限的话呢 在x区近于0的时候 分母去近于0 分子也是去近于1 所以这个就再用一次的罗贝达法则 分母求导数 是2 分子的导数 1的x次方 x用0带进去 极限值是等于1分之2 1 修极限 x趋近于0的时候 分母趋近于0 分子 1的0次方减1是0 减掉x减掉2分子x平方 在x趋近于0的时候 分子也是趋近于0 0分子0的形式 可以用罗比达法则 分母的导数3x平方 分子导数1x 这一项导数没有 减掉1 减掉1分子1 x平方的导数是2x x趋近于0的时候 分母趋近于0 分子1的0次方减1 减掉0 也是0 再用一次罗比达法则 6x 这是1的x 是减1 x趋近于0的时候 分母趋近于0 分子也是0 再用一次罗比达法则 分母的导数 分子的导数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x趋近于0的时候 分母是常数6 分子趋近于1 所以它已经往一个定值逼近了 那这个定值呢 就是它的极限值 所以我们在求不定型极限 0分之0 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可以用罗比达法则 如果用完一次罗比达法则 还是0分之0的话呢 那我们就继续的再使用罗比达法则 那它可以连续的使用两次三次 或者更多次都可以 求极限 T趋近于0的时候 分母趋近于0 分子1的0次方减1也是0 这可以用罗比达法则 这个极限就是等于limit T趋近于0 分母的导数 1的导数是0 这个在T趋近于0的时候 分母是0 分子是1 0分之1 千万不要再继续使用罗比达法则了 它不是不定型 0分之一个常数的话 就是正无限大或负无限大 那我们看这个式子是正数还是负数 分子是1 分母是0 那这个0呢 是T平方靠近0 T靠近0 那T平方都会是正数 它是大于0的方向靠近0 那这个0分之一个常数 那这个式子又是一个正数的时候 这个极限我们把它写成正无限大 那当然正无限大也是叫做极限不存在 但是它的极限 我们可以写出是正无限大的形式 修极限 这个x趋近于2分之π的时候 是等于1 所以分母是0 cos2分之π也是0 所以这个是0分之0的形式 可以用罗比达法则 分母的导数 负3的导数 是负的cos sin的导数是cos 1的导数是0 cos的导数是负3 这个在x趋近2分之π的时候呢 分母是0 cos2分之π是0 这个负负得正 cos2分之π是1 所以注意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不定型了 0分之一个常数 是正无限大 或者是负无限大 在2分之π的右极限 意思是比2分之π 比2分之π大 大于2分之π 只要大于2分之π小于π的时候呢 我们的cos值是负的 所以cos值很靠近0 但是是一个负数 负数靠近0 sin B近1 所以这个分母是负的 小于0的方向靠近0 这是一个负数 0分之一个常数 那这整个式子又是负的 所以这个极限我们写成负无限大 那负无限大 当然也是不存在 那我们可以写出 它是不存在的情况里面 它的极限可以写出来 是负无限大 无穷极限的这一种情况 求极限 在x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是分母 nature log x无限大的时候 nature log也会跑到 无限大 这个也是无限大 所以这是无限大 分子无限大的类型 可以用罗比达法则 分子的导数 nature log的导数 x分子1 nature log的导数 u分之 里面再导一次 更好x再导一次 加10的话呢 就导数是0 所以分子分母导数以后的结果 是这个样子 这个要把它化解一下 这个凡分式 我们化解一下 这个是x分之1 乘上 这个颠倒相乘过去 2乘以x 约掉以后 再求极限 这个就是等于2 那么还有一种不定型 是0乘以无限大的类型 所谓0乘以无限大的不定型 就是说我们在求极限问题的时候 两个函数相乘 其中一个函数的极限值是0 另外一个函数的极限值 在a点的极限值 是正负无限大 那这种极限问题 我们就叫做0乘以无限大 0乘以无限大 这种极限问题的话 我们的做法呢 是把其中一个函数拿到分母来 比如说我们把g拿到分母来 变成g分之1 这个时候x在趋近a的时候呢 这个f趋近于0 g趋近于正负无限大 但g分之1就变成0 所以拿一项到分母 变成一个分式 我们就可以看成 这是属于0分之0的形式 如果我们是拿f到分母 这一个变成分母 f分之1 g在a点的极限 正负无限大 f的极限是0 0分之1也是正负无限大 如果改成这种形式的话呢 这种分式就变成无限大 分之无限大 那不管怎么改 它都可以利用罗毕达法则 下来求极限 那到底要拿哪一项到分母呢 这个就依照当时的 函数的形式来决定 看哪一项拿到分母以后 接下来的罗毕达法则 会比较好算 因为接下来的罗毕达法则 我们要针对分子分母 求导函数 所以以哪一种形式比较好算 来决定把哪一项移到分母 求极限 在x趋近于0的右极限的时候 这个极限是0 nature log 在x靠近0的时候 这个是nature log的图形 在x很靠近0的时候 这个是会靠近负无限大 所以这个就是0乘以无限大的类型 0乘以无限大的类型的话 我们移向到分母来 移向到分母来 x跟xnature log 我们会选x一到分母 变x分之1 把x移到分母以后呢 这个极限 这个就会变成 0分之1是无限大 分子呢 nature log 0 这里是负无限大 所以这个是无限大分子 无限大的类型 可以用罗毕达法则 罗毕达法则 我们把分子分母 求导数 分子导数是x分之1 分母负一次方的导数是负的 负二次方 这个极限要先化减这个式子 不要一直罗毕达法则做下去 先化减 我们颠倒相乘 这个剩下负x x去近于0的时候 得到这个极限值是等于0 求极限 在x去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是x去近无限大 1的负无限大次方 去近于是0 这个我们就要移哪一项到分母来呢 这个时候我们会去决定 指数函数 移到分母来 变成1的x 那我们把x还是留在分子这个部分 对于这样的函数 我们等一下分子分母导数呢 这个很容易算 那如果我们颠倒过来的话呢 我们的式子会越做越复杂 那这中间可能需要有一些尝试错误的过程 那如果发现不对了 比如说一开始想成这个样子 结果这个导数 分子分母导数 你会发现呢 越做越复杂的时候 就要知道这是一个尝试错误 那下一次呢 可能有经验了以后 就会知道 不要再这样子设 式子越做越复杂 没有简化的话呢 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向 我们把指数拿到分母来 这个就不对了 那变成这种形式呢 分母 1的x次方 1的无限大次方 这个是无限大 x在x区间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也是无限大 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就可以用罗比达法则 分子分母就导数 分子的导数是1 分母的导数 1的x次方 1的x次方 在x区间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是无限大 所以无限大分之一 我们得到极限是等于0 所以同样是前面乘上一个x 我们并不一定是把x移到分母来 像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指数函数移到分母 就可以用罗比达法则 求0成无限大的这一种 不定型的问题 假如碰到不定型 是无限大减无限大的话 无限大减无限大 它可能会得到各种不同极限值 如果是无限大加无限大 我们就很肯定的 这个就是无限大 它并不是不定型 只有两个相减的时候呢 那么它极限值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出现 那这种极限的话呢 就是说两个函数相减 而其中前面这个函数的极限是无限大 后面这个函数的极限也是无限大的话 这种极限问题我们就叫做无限大减无限大 那碰到无限大减无限大的话呢 我们的做法就是把这两个式子想办法合并在一起 那合并的方法如果是分式就通分母 合并一个分式 如果无理式就做无理式的有理化 想办法把它合起来变成一项 或者是如果是两个对数 两个对数相减 这个也可以把它合起来 这种如果相减 这样合起来变成一项 那如果是分式的话呢 就是做通分母合并分式 比如说这个是x分之1减y分之1 这个就合并 然后变成 合并成一个分式 也就是说无限大减无限大 我们就是朝 把这两项合并成一项的这个方向下来做 求极限 这个x在趋近于1的时候 这个是0分之1 0分之1是正负无限大 这个也是分母为0 0分之1也是正负无限大 这个是x-1乘上x 这个是x-1x-2 这个在x-1的时候 x趋近1的右极限的时候 如果是1的右极限大于1 这个是无限大 这个的话大于1 这个是0 那1的话1-2这是负的 所以这个后面这一项是负无限大 如果x趋近1的左极限 比1小 比1小的话 x-1小于0 前面呢 0分之1要变负无限大 后面比1小 比1小减1 这个是负的 1-2也是负的 负负得正 后面变成 加无限大 所以不管1的右极限 或者1的左极限 这两个分式 相加求极限的形式 是属于无限大-无限大的类型 那无限大-无限大求极限的问题 我们就把两个分式合并在一起 合并用的是通分母 这一项就多成了一个x-2 这个多成了一个x 我们把它划减一下 划减一下这个会变成2x-2 2x-2就写成2x-1 因式 这个共同因式把它约分以后 再求极限 x用1带进去 分母是1乘以1-2是-1 所以极限值等于-2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从0的右极限 x-2 0的右极限的话 这个是无限大-无限大 0的左极限 这个就是负无限大加无限大 所以不管是大于0或者小于0的话 这个都是无限大-无限大的类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两项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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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分之0就可以用罗贝达法则 分母的导数 这个用两项相乘的导数公式 前面这一项乘以x的导数 加上前面的导数乘上x 分子的导数是1-1x x趋近于0的时候分母趋近于0 分子呢也是0 再用一次罗贝达法则 分子的导数-1x 分母的导数-1x 加上这个导数是0 这个要用两项相乘的导数公式 前面乘上后面的导数 加上前面的导数乘上后面 这个时候我们再用x等于0带进去 分子是-1 分母的话呢是1加1加上0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极限是等于-1-2 那么还有在指数函数形式的不定型 也就是说当我们求出来这个极限呢 会是0的0次方 0的0次方就是这种指数函数 这个fx的极限是0 指数部分的极限也是0 这个就叫做0的0次方的形式 或者是无限大的0次方 这个fx的极限是无限大 指数部分的极限是0 这个叫无限大的0次方 或者是1的无限大次方 碰到这三种情况的话呢 这个是不定型 那其他不是 那原因是说我们把这三个指数形式 我们在求极限的时候呢 我们是想要先化减这个指数部分 化减这个指数部分呢 通常我们就会利用指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如果我这里这个对数 取一个对数再取一个指数 指对数有互相抵消的这个性质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式子呢 前面先取一个对数再取一个指数 那取一个对数再取一个指数的话呢 对数函数它就有指数部分 可以拿到前面来的这个特性 这个就是我们多取的一个对数 跟这个指数 那这个时候指数部分可以拿到前面来 变成了这样两个相乘的极限 1的这个次方 那么1是一个常数 我们再求极限的话呢 就相当于对这个指数部分的极限求出来 那最后再写1的这么多次方就可以了 那这几种形式会是不定型 原因就是说我们把指数拿到前面 再取一个对数的话呢 那么这个都会是 这几种形式都会是0乘以无限大的类型 那0乘以无限大 它的极限问题就是一个不定型的情况 所以指数函数 在这三种情况的时候呢 这个会是不定型 中秋极限 x 趋近于0的时候 这个是0 Naturolog0 Naturolog0呢 这个是会跑到 负无限大 这个是Naturolog0 0的时候Naturolog的图形是这个样子 在靠近0的时候呢 会跑到负无限大 1减掉无限 1加上负无限大分之1 那分母是负无限大 负无限大分之1是0 所以这个是0的0次方这种类型 它是一个不定型 那么求不定型的极限 我们就会先取一个对数再一个指数 所以是指数函数的NaturologX的 1加NaturologX分之1 指数对数这个是互违反函数抵消 我们把极限该写成这种形式 那对数函数呢 指数部分我们可以把它拿到前面去 1加NaturologX分之1乘以NaturologX 这个是属于负无限大分之5无限大分之5无限大的类型 可以用罗比达法则 分母的导数 分母的导数 分子的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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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极限等于1 指数部分的极限是等于1 所以这个式子的极限 1的一次方 就是等于1 也就是说 这个是逼近2.71828 x的x分之2 次方 在x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是无限大 这无限大分之2 也就是说这个极限问题是属于无限大的0次方这一种类型 这个函数我们把它 x的x分之2次方 我们把它取一个 对数 再取一个指数 当然跟圆函数不变 对这个式子求极限 相当于对指数部分求极限 指数部分的话呢 这个x分之2可以拿到前面 对这个式子求极限 这个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2把它提出去 2是常数 x分之natural log x x趋近无限大分母是无限大 分子也是无限大 所以可以用罗比达法则 分母的导数是1 分子的导数x分之1 在x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极限是等于0 指数部分的极限是等于0 所以呢 这个极限就等于1的0次方 是等于1 求极限 这个极限 在x趋近于0的时候 1的0次方 这个是1 1加上3乘0 还是1 0分之1的话呢 这是无限大 所以这个极限呢 是属于1的无限大次方 这种类型 我们求极限 这种指数函数的时候 我们就先化减指数部分 我们会先要取一个对数 再做一个指数 指对数 互为反函数 这个是抵消掉 那跟原函数是一样的 我们对这个式子求极限 事实上就是对指数部分 在求极限 我们先看指数部分 指数部分的这个极限 在对数函数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把x分之1 拿到前面来 这个极限 可以看成一个分式 就是 在x区近于0的时候 分母区近于0 分子 nature log 1的0次方是1 这个也是0 这是0分之0的形式 所以可以用罗比达法则 分母的导数 是1 分子的导数 nature log 里面看成u u照写一次 u分之 里面再导一次 这个时候我们再 用x区近于0 下去带 这个是1的0次方 这里是1 这里是2 加2 这个是等于4 所以我们得到 对不起 这个是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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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3x 所以这里是3 所以2加3 这个是等于 这个是等于5 所以极限值 是等于 指数部分的极限值 是等于5 所以原式它的极限值 就是等于1的5次方